这个豆瓣网友啊,叫大脚怪的,他写的广播 首先呢,不要幻想有好男人,城里的男人呢肯定有,但是他依然呢大男子主义 认为很多事儿依旧是你的本分义务,他没有强迫你就已经是对你有恩有德了 而你竟然轻蔑无视女人该尽的义务,那你不是一个好女人 放心啊,只要你有意反抗男权传统,他一定会七扯八扯这些鬼话 如果哪些事儿你没有为他去做,暗示你对不起他,POA你 那么你需要跟男人意义解释清楚,你为什么会反传统 阐明我们应有权利不容倾洒,义务对等 你不要求他,他就不能要求你等等,这些吗 其实又不需要,因为啊,大家都是人 只要他还做个人,他就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他无权支持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更不可以强迫你 那都是法律底线的,那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多学女权 对自身权利啊,明晰坚定 对传统强加给女人的义务其实是剥削 认知清楚起 你自己必须能理解运用女权理论结合实际 理念通达,就是你的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晰,你的边界感一定要清晰 第二,克服男性滤镜 男人呢,是弱权威,男人不能通过婚、恋、欲 而对你产生等级压制 男人不比女人强大,更不比女人智慧 歪,染色铁是劣质的 一句话,你就别服男人 不服,那缺点就,最不缺的就是不服 第三,不怕对立 男女本来就对立 男人是侵害者,我们是自保 反男才是正义勇敢,对不对 做好理论准备和精神建设,下面就可以猛了 罢工不需要理由,罢工甚至不用接受质询 男人可能怒气冲冲问你,为什么你不做什么事,不做怎么了 一般呢,他就不会再自讨没趣 你为什么不做啊,我不做怎么了 就这么反回去啊 要钱需要是合理诉求 如果他不答应,那就想占你的光让你吃亏 这时候不然,请他马上滚蛋 如果你赢了就赢了,输了,恭喜你,单身快乐 经常被问,你这样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太清楚,他们说的有意思是怎么样一个有意思法 又要干活,又要贴钱,到底什么意思呢 既然能使女人愿意当男人的血帮呢 记住,脱男光荣,离开男人,迎接的是自由 要不就学缺缺嘛,缺缺不就是 又不干活,这个男人给钱 还不给生孩子,还要男人做家务 反正呢,怎么着就什么便宜啊,缺缺都要站着 那我因为什么呢,我生在这个男权社会 我就已经吃亏了,你他妈你身为一男人你就欠着我的 你天然就欠着我,你就吃到了女人的红利的 那你吃到了你外婆的红利,吃到你妈的红利啊 那你就应该把你吃到你这些女性的红利 吐出来,给我作为女性的一员 这很公平啊,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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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公平啊,对不对